生納的操作 接下来会示范的是 利用生命探测仪器 SearchCAN SearchCAN是在于生納探测器 初步找到可能有存活者时 为避免因为探测失举 造成搜索 进入沿缝中 寻找是否有带救者的身影 也可以借此牧师受困者的情形 可以提供搜救者决策的一个依据 所谓倒塌建筑物的支撑 是以器材或者是木材 不稳固的建筑物做支撑的动作 垂直墙面的一个支撑 并利用木头捧固 防止墙面的再次的倒塌 好 请来宾 先行国家收救单位 早已将支撑的技术 作为确保管理收救队员 及受难者安全的一种收救技术手段 而联合国在各国国际收救队的平等 更将支撑技术列为A级国际收救队主要的评分项目之一 而支撑的技术亦在日本消防救助 领域引起相当大的共鸣 日本传统人命救助以优先原则 遭遇美国引进来 各位长官 各位来宾 刚刚进行支撑进入现场的救难人员 正进行横坑救助 并利用SKED将后送三换 跟各位来宾长官介绍 SKED又撑捲筒式的单架 平时作为捲筒式收纳以利于攜带 使用时直接摊开成单架形状固定 搬运病患 并可带外的人员 绳索语言是在于没有无线电 或是通讯部下的地方 和搜救人员约定绳索拉动的次数 来通知外部的人员 例如本次的绳索语言 就是发现患者拉三下 救出患者之后拉五下 现在救出人员 正在进行将受困人员的承诺 找他建筑物救出 好 现在各位长官 救出人员